欢迎继续收看美都新闻中爪哇省热尔市国立大学的学生呢 最近研发了一种电力车子 计划今年参与日本和韩国举行的学生设计比赛 热尔市加查马达大学的学生最近研发了电力车子 拥有600cc的单引擎动力 车速每小时可超过130公里 设计小组组长普拉伯所表示 这项产品计划今年9月参与在日本举行的学生设计比赛 届时将会合来自包括日本、印度、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等国的90只小组竞竹 预计将荣获优等奖项 按计划本月底该大学将会动身前往韩国参与学生设计比赛 渴望荣获优等奖 据报道去年该大学曾参与韩国举行的类似比赛 成功融获了第一等奖 计划本月底下的教育 计划本月底下的教育 中文字幕组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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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织 未经计划本月底下的教育 上难立即改裁